台湾的种类五花八门 用途各式各样 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看见台湾的身影 可说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其中一样发明 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零件 而有一间隐身在高雄燕巢区的泰山弹簧 是老字号的弹簧专业制造厂 品质与专业技术接通过各式各样的认证 然而面对升级转型的课题 以技术为本的金属产业存在着缺人才 以及生产管理及数位科技投入较少的共同性问题 因此工业局推动数位制造管理加值计划 要协助企业减少翻转传统的摸索时间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让我们意识到数位转型的脚步必须要加速 在得知工业局有数位制造管理加值计划的资源后 发现可以切合我们的需求 在金属管理的部分 有评科大的团队来协助我们检视生产制造的流程 找出制成的瓶颈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首先将金属生产的观念带给企业 采取从旁导引协助的方式 让参与金属改善的人员 体会金属生产的精神与价值 进而成为泰山弹簧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为减少反复沟通与等待的时间 由三维资讯协助建立原物料管理系统 成功缩短生产前置时间与生产周期 登陆了解泰山生产制造现况的痛点与问题 与基层能源沟通讨论 针对问题进行客制化的系统设计 改善业务 生管 舱管 资讯传递缓慢 与数据不精确的问题 我们做的不只是系统的导入 更借由六场的技能传承课程 让泰山员工深入了解数位系统的架构与 使用还有维护的方式 除了导入精神管理与数位系统之外 泰山弹簧与品科大更进一步产学合作 过程中投入六位高阶主管指导教学 并共同执行四项实作专题 针对制造部门生产数据分析 以及可视化看板建制进行研究探讨 帮助企业达到资讯分析运用的效益 透过协助企业建制可视化看板的过程 可以知道如何将所收集到的数据 整理成对公司有用的资讯 参与产学合作计划 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 金属产业人才职能需求 企业更将学生作为储备干部培育 希望未来留任的学生 可以达到技能传承 及就业无缝接轨之目标 在程学合作期间 公司安排客制化的训练 例如电话礼仪 客户接待流程 及财务思维等课程 这些课程完全是学校体制外的 可以让我更容易适应职场 也启发我对于未来职业规划 及财务管理的方向 让我收获满满 透过外部的力量 让我们企业内部动起来 运用价值流途分析 有改善有效益 也让公司愿意用 激励管理的方式 来给员工福利 因为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让员工上班也充满了幸福感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因此工业局数位制造管理加持计划 也办理技能传承课程 要推动企业内部建立持续改善 与人才培育一体的系统 开设5S入门 与整理实作建构可视化管理的现场 也透过物料管理系统资料流 讲解等基础实物应用课程 加强学员分析问题及解决的能力 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中 同能开始感受到 精实管理与数位系统导入的好处 有效帮助同能提升工作的效率与品质 渐渐地开始认同并参与计划 是无形的效益也是泰山最需要的 导入数位系统后 大幅度的缩短流程的时间 减少人员的事物 并透过技能传承的科程建立 数位化的思维 渐渐地让人员开始思考数位系统如何协助作业 及问题的反馈 这个转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数位制造管理是长期发展策略 今年是泰山弹簧推动的第二年 未来企业要朝更高层次的目标迈进 透过外部的力量让企业动起来 泰山弹簧于1974年成立至今已48年了 公司的愿景是期许在50周年的时候 泰山弹簧仍成为一间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智慧工厂 近几年在数位转型的规划 及经营团队的努力下 已逐步朝目标迈进 感谢工业局的协助 让我们能在有限的资源下 稳扎稳打地带领同仁持续学习 拓展知识与能力的边界 让我们一起努力成就更好的未来 诚信 专业 卓越 泰山弹簧 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